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假 街五六被曝等王一波时间延迟至八月人鱼已经够他忙了 如果不出意外这就是街五 第六季应该会在七月初宣布定档时间 并且在八月份开播 就如同去年的第五季一样 但很可惜,今年的人员配置似乎一直都在变动决定部了 今年的王一波应该是不会参加 这就是街五第六季的录制了 毕竟已经确定的人鱼在等着他 虽然不知道何时开机 但已经计划了在夏天开机 如今的王一波参加参加电影节活动 出席出席时尚圈活动迟迟不进其他组 等的就是人鱼 在过去的街五队长网转名单中 王一波一直是飞行嘉宾的存在 队长之中也是传闻有LISE和Rain 然而最近全新的网转名单出炉 王一波竟然到了队长名单之中 与他一起的队长名单换成了张一星 蒲仔范和徐明浩 之前网转的LISE在这次的网转中是被公司合约办住 网转的Rain是被限含令阻挡了 甚至网转这就是街五第六季会延期上映 只是为了等王一波的时间 最快的录制节目也要等到八月份才开始 节目组在此刻 改期 延期 协调所有人的时间 说实话 看到这种有关王一波的网转时不少粉丝都是猛的 毕竟有人鱼在前 不少粉丝都是默认王一波不会再去参加 这就是街五 甚至实在推脱不掉就去做个飞行嘉宾 事实上前一段时间的网转也是如此 谁能想到如今竟然会有这样的通稿假料出现 这就不由得不让人怀疑 这是不是节目组想要用王一波来骗招商的 毕竟如果真的有王一波在 那么节目的广告可不会少 但是从时间上分析王一波参加 这就是街五第六季的可能性就极低 除非抽空飞行 如今王一波是确定在等人鱼 除此以外不会接任何资源 不论是电影 电视剧还是综艺人鱼的绝对主角 就是王一波 甚至于导演成尔都是要从王一波身上找灵感 才能进行后续创作 这部作品即便能够在七月份开机 哪怕是七月初 王一波在八月份也不会有时间去做街舞导师 人鱼的踩景地有云南 广西 河内 顺化 县港 内蒙 东京 很明显不会拘泥于一处 虽然正式拍摄时不会有如此多地方 但肯定也不是一个城市就能拍完的 这就是街舞 想要像去年一样将录制节目的地方放在杭州这个靠近王一波剧组的地方是不可能了 无名的拍摄时间是从八月份一直到十二月份 虽然有因为疫情原因而进程延缓 可承尔的速度着实不快 而且当时王一波直接隐身上海 如果人鱼七月份开机 九月份都不一定能杀青 更何况人鱼的开机时间 还谁都不知道呢 八月份开机也说不定 如此算来 王一波那是真的没空啊 况且如今他的工作重点也是到了电影这一块 综艺对他的加成属实是太小了 等他进组人鱼后隐身了 哪里来的空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